那么你知道我们分析这一部分之后 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做这个详情页面 对吧 我没有添加 但是我只要分析出来这个过程 我一定知道我就怎么去取这个历史浏览的记录 看到这个取的浏览记录就对应到我们这边 就在这里对吧 在这里面我们既然把它存在这个Reddit数据库里面 所以我要从Reddit数据库里面 首先先把用户浏览的这些数据 给它找到对吧 找到之前我要去取数据库 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个setting里面 我们特意配置了这个缓存配置对吧 配置了一个Reddit数据库 那么在我们这边 最终我们的Reddit记录 我们也是把它存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让它作为一个缓存 那么之前的话 我们要拿到连接到这个数据库的链接 我们给大家讲 你是不是要导入一个类 你是不是要导入这个Reddit 对吧 你要导入这个Reddit 导入Reddit之后 下面从Reddit这个模块里面导入一个类 就from的Reddit 然后import的Strike的Reddit 下面就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那么在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讲义里面 看到我们这里面 Python交互的时候 我们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面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三个参数 host pot 还有这个db 那么他们都有它默认的一个值 host就是这个local host pot就是这个6379 db就是这个0 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使用这个默认值了 你需要自己去创建这个东西 直接写上一个Strike的Reddit 然后那些 然后里面写上这个 host 对吧 host的话 我这里面应该写我们的这个对应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配置的这个数据库 这里面就是它 对吧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views 在这里面去写上它 写上它之后 里面呢 还有一个pod 对吧 pod是不是6379 6379 可以不写 对吧 比如说我写上码 pod等于这个 6379 6379 OK 然后呢 再来一个db呢 等于这个 9 9对吧 db等于9 那么 然后呢 最终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对象 有这个 有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啊 它是不是就可以呢 去操作了 对吧 这是我们拿链接 拿 这是我们拿链接的一个方法啊 然后 这是我们之前的 拿一个链接的一个方法 好 上面呢 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里的配置呢 我们这里的配置啊 是我们安装完 Jungle Redis 这个包之后的一个配置 对吧 找到Jungle Redis啊 Jungle Redis中文文档 那你就注意啊 Jungle Redis中文文档里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 说明啊 再拿出名呢 这里面是我们昨天说的这个配置 那么 好 看到这边 看这里啊 原生客户端的一个使用啊 3.1.2啊 在里面呢 有些时候呢 你可以呢 通过啊 你要需要呢 去拿链接到链接的一个东西啊 一个对象 那你注意啊 它怎么拿 from我们的Jungle Redis 这个包里面导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做GetRedisConnection 然后呢 第二要用这个Connection 这个 GetRedisConnection 这个方法 传入一个 Default 然后呢 给你返回一个 Connection对象 对吧 然后呢 你注意 这个对象是什么类型的对象 看到没有 注意这个 是不是就是 StrikeRedis类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说的 这样一个类的对象啊 就是我们说的 这样一个类的对象啊 这样一个类的对象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类的一个对象啊 那么 Jungle Redis给你提供的拿链接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Default参数到底代表一个什么作用啊 那你看一下我们昨天这个配置 你找到这个 Settings 找到我们的这个 Settings啊 看到这个配置箱名字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叫Default啊 你GetRedis里面传一个Default啊 其实呢 就是获取一个连接到这个数据库的一个Strike的Redis类的一个实例 对象啊 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在这边呢 做了一个操作啊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操作 那么他帮我们做了啊 你有了他之后 你就可以呢 直接倒他这个函数啊 就是from我们的将个小线Redis 导入这个函数叫做GetRedisConnection 然后拿链接的时候 我在这边需要拿链接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直接呢 写一个C1 C1啊 C1等于这个GetRedisConnection 对吧 传入一个Default 我就拿到这一个链接 它这个对象呢 就是这个Strike的Redis类的一个实例对象 好 下面呢 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对吧 我要去取出用户的立体论览记录 那么我们说 我们刚刚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每一个用户对应的立体论览记录 它的这个K 是不是这种格式 对吧 Headory下面用户ID啊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就可以呢 先去拿点一个K啊 比如说我就在这边 来写上一个 Hey story K吧 Hey story K啊 比如说我就叫K 等于这个 然后写上这个Headory 对吧 Headory 下号线 百分号D 就是UserID 是不是这个User有了 对吧 百分号User 点ID 我是不是拼出这样一个东西了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我就可以拿了 拿到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在 用户中心里面 我们要显示前五条 对吧 在这里面啊 获取 就是在这里面 获取 用户 最新 浏览的啊 浏览的 那么五条 五个啊 商品的 ID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 你使用这个connection 我们说我们这里面呢 你获取的时候 这个方法叫什么 是不是就我们这个L range 对吧 Lrange啊 拿这个Lrange 直接是点这个L range 好里面 首先先传入这个K 对吧 先传这个K啊 传这个K之后呢 下面我要拿了 拿到时候呢 我要拿前五个 第一个呢 是传这个0 最后一个呢 传这个4 对吧 他呢 会给我返回一个啊 列表 这个列表呢 他应该是这个SQ 效线ID S的一个列表啊 就是他给你返回一个列表 是返回的包含这个列表里面 包含这五个商品的ID 好 既然有了这五个商品的ID之后 下面我怎么去获取 用户浏览的这些商品信息 怎么获取 ID列表有了 对吧 我怎么去获取 用户浏览的商品的信息 查 那怎么查 用哪个来查 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 你往下呢 你就啊 从数据库中 查学 用户浏览的商品的具体信息 对吧 查询用户啊 浏览的商品 它的一个具体信息 那么这个怎么查啊 比如说查询商品的话 我需要呢 先把我们的商品这个类呢 给它导过来 就是对应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商品 就是我们的这个类 叫做GUSSQ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 把它呢 找到我们这边 把它导过来 就是在我们的上面 把这个类呢 先导过来 from我们的 goose.models import我们的 goose.sq 对吧 导入过来之后 下面呢 我就可以查了 那我用哪一个 还是来查 goose.sq 怎么查 filtr 对吧 filtr里面怎么查 是不是 sq id id id是不是在这个列表里面 就可以了 对吧 id 在这列表里面 双向文线写上一个 in 等于我们的 sq id s 对吧 iq ids 那么最终呢 它给你返回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查询集 对吧 那么你注意啊 这个查询集呢 比如说我叫goose.ly 但是你要注意啊 我们现在查完之后 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传过去 能不能 看一下啊 那么你考虑一下啊 比如说用户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ids之后 对吧 用户它浏览的顺序是这样的啊 它浏览的先浏览的2 对吧 再浏览的3 再浏览的1 那我们在这边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也按照id为2的显示在最前面 然后往后排3往后排1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查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啊 你查出来到底它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给你返回的啊 这种东西呢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你去做一个尝试啊 你做一个尝试 那么在这里面 我先切换一下数据库啊 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数据啊 我找一个有数据的啊 里面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df goose sq 对吧 然后呢 where id 因为我们呢 比如说我写上一个2 写上一个3 写上一个1 然后回上 看一下这个数据 怎么排的 看到没有 前面是谁 1 2 3啊 那你注意啊 其实呢 不管你怎么样去写 mine mine circle 他在去查询数据库的时候啊 他可不是按照你这个id的顺序来查给你返回的啊 他就是从表的最前面呢 往后进行一个搜索 只要你在这个里面 我就给你拿出来啊 所以他最终拿出来之后呢 他不是按照你这个顺序呢 给你排列的啊 如果你直接查出来之后 你就把它呢 发给这个 你就直接把它传给这个模板文件的话 你显得的顺序呢 跟用户浏览的顺序呢 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直接查出来之后 我就这样查出来之后 我能不能再把它们弄回来 哎 我可 我可不可以这样啊 发封环的吧 发封环呢 你比如发封环便利谁呢 哎 我们发这个ID 因为我们的SQIDS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怎么判断 你这个是不是还在 再来一层循环 哎 你看到啊 SQIDS 因为我们的SQID S 比如说我这里面啊 这里面写一个 A吧 啊 你看一下啊 这里面其实你双层循环 你可以把它做到啊 你一层循环 你是做不到的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就判断 哎 如果这个 哎 如果这个B AID 对吧 我们首先便利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便利的这个 哎 就是如果这个BID 如果啊 我们这个BID 它等一等于这个 AID的话 对吧 说明两个是不是等的 对吧 我首先我要判断这个东西啊 你便利出来这个AID 是不是就第一个 对吧 第一个之后呢 我可以找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定一个地方 叫它 哎 随便啊 定一个 固扫 然后呢 Li 哎 IES吧 等一个空力月表 对吧 然后每便利出来一个之后呢 我可不可以啊 你看到我们在这里面 嗯 等于它 那么这个我们还不能这样变量 我们还要去便利 这个东西啊 便利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面 我去便利它啊 for AID 因为我们的 固扫IDS for 然后呢 固扫L 固扫 因为我们的固扫Li 如果对吧 这个AID 它等于我们便利到的 这个商品的 ID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这商品 加入到我这个列表里面 对吧 固扫啊 然后呢 点 Append Append 我们的 固扫 对吧 是这个对象 那么这样经过两层循环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顺序 给它弄过来 对吧 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呢 给它弄过来的啊 你注意这里面 你需要呢 两层循环 每一次变 我们便利的时候 你便利这个列表 是不是 这个列表 你拿出来的ID的顺序 是不是就用户 浏览的顺序 对吧 我们然后呢 那层循环 你要便利这个商品的 查询集 如果呢 这个AID 刚好跟某一个商品的ID 它等的话 是不是就拿到这个浏览的 对吧 就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列表里面 最终经过两个循环里面 这个顾色 RES里面是不是保存的 就是按照这个浏览顺序来的 对吧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给大家再提供 比如说 它里面现在 我查的时候 我现在是按照音来查的 对吧 那么能不能 我直接就放 ID 因为我们的 S QIDS 然后在这里面 我每变利一个ID 我查一下行不行 我在这里面 我定一个故事 LI等一个 空列表 对吧 每变利一个 我就直接故事等于我们的 故事SQ点ObsX点 GET 然后ID呢 等于我们的这个 ID对吧 ID等于我们便利出来的ID 好 查到这个商品之后呢 我把这个商品呢 去追加到我的这个 列表里面 open的我们的故事 LI 是不是一样呢 对吧 这样的话 你查出来之后 这个故事LI里边 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列表 来查的 对吧 所以这里面啊 便利 注意啊 便利 那么便利 获取 用户 浏览的啊 浏览的 历史 商品 信息啊 商品信息 好 浏览的商品信息啊 那么这里面呢 最终 我们的这个啊 IQCLI里面 这个顺序呢 就是按照用户的 历史浏览顺序呢 来排列的啊 那么这样呢 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传给我们的 某版文件 这个某版文件里面呢 我在这边啊 我在这里面啊 它这个传的有点多 我把它 单独拿出来啊 组织这个上下文啊 组织我们的上下文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比如定一个叫做contest contest 哎 它呢 等于这个 好 首先 然后呢 拿到我们的这个 把这几个东西 我拿过来啊 把这几个东西 我就不放在这边了 我就直接呢 把它拿到这里 然后这里 这是配件 对吧 这个address 然后呢 下面再来一个 最后来一个 故事啊 Li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Li 最后呢 我把这个contest呢 给它 传过去啊 就我在前面多了一步啊 好 那么 有了它之后 对吧 你竟然 哪里啊 这边应该是噩喷的 这个故事 对吧 应该是我们查出来 这个商品啊 这边就是我们便利 去获取这个 用户历史浏览的 这个商品信息啊 把它加过来 好 加过来之后 把它传给我们的 某版文件之后 那么在某版文件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做一个 显示 显示的话 你看 每一个Li 里面呢 就是用户浏览的 一个商品的 信息 我要便利显示 所以呢 我只留一个啊 再把下面的这几个呢 给它删掉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 对吧 删掉 好 删完之后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说定一下啊 然后呢 点开 对吧 这边就这个Li 在这个Li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去便利 去做一个显示啊 我们便利 用户呢 他浏览的商品的信息呢 都在我们传过来 在这个列表里面 Fall 故事 因为我们的故事啊 Li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是这个结尾 写上一个 N的 Fall N的Fall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比如说啊 我在这里面 这里面要显示 这个商品的一个图片 对吧 这个图片呢 哎 我们 为了能够访问 这个商品的图片 在我们之前定义 这个模型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特意给他预留的一个属性 叫做 Image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 你显示的时候 你在这边直接写上一个 故事点 Image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 你还要点一个东西啊 你注意叫做 UIL 哎 为什么这样写 你就今天你先这样写啊 你先这样写 这一部分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 我们保存商品的图片呢 我们是使用这个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我们就不能按照我们之前 静态文件使用的这个东西来了啊 你就你就先这样写啊 至于他怎么这样写啊 我们后天啊 再说啊 再说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名字 对吧 名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goes name啊 goes.name 好 这个价格 那么 goes.price 少写了一个啊 goes.name price OK 那么再往下 这里面是这个 单位 对吧 单位的话 你比如我在这边 我也给它显示一个 这边显示一个单位 那么也显示一个价格 goes.name unite啊 固点unite OK 那么这边呢 是这个 goes.price啊 price OK 这是不是显示完了 对吧 好 同样道理 假如说你没有这个 例如的按照的话 我可以使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MP给你做一个显示 对吧 你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这边告诉你这个 无历史浏览 记录啊 无历史 浏览 记录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做完之后啊 至于这个超链接 我们之后再说啊 我们还没有到详细页 那么你在这边呢 下面呢 在这里面直接呢 去做一个 刷新 你看到这边 是不是给你显示一个 无历浏览记录 对吧 是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拿不到这个历史浏览记录的过程就是我们说的这样啊 因为你只要按照这种格式去存你取的时候一定是这样 取的啊 首先 取的时候怎么取啊 先去 拿到这个 连接到 Reddit数据库的一个链接 对吧 然后呢 拼接出这样一个 对应的历史浏览记录的K 好 下面呢 获取用户的最新浏览的五个商品的ID 就是使用这个connection的方法呢 叫做L range 传入这个K 取出前五个0到4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东西呢 作为列表呢 给你 返回 好 返回完之后 下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获取用户浏览的历史商品的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说 你最终获取出来的这个查询集 或者是列表 它的顺序呢 要跟用户浏览的这个顺序呢 保持 一致啊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两种方式啊 你可以使用这个印制度 之后来查 对吧 但你查完之后呢 它这个顺序呢 跟用户历史浏览的顺序呢 它是 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外面呢 经过这个 两层 循环啊 两层循环 把它追加到我们的故事 is里面 把它按照 用户浏览的顺序来排 对吧 还有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呢 直接呢 就去辨历这个列表 每拿出一个ID 我就根据这个ID来查 对吧 查完之后 我把这个查到上面呢 把它加到上面这个列表里面 那么你辨历完之后 对吧 最终它的这个顺序呢 就是按照这个 用户浏览的顺序来排的 然后呢 把这些顺序呢 把它数据呢 把它发给某版文件 在某版文件里面 你只需要去便利呢 去做一个显示啊 就可以了 这里面 goose name goose price goose unite 还有这个图片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用户中心里面啊 历史浏览记录 它的一个显示啊 它的显示 这里面啊 是这个历史浏览记录 这一块 对吧 感谢观看